一年一度的稻米评比竞赛 在评审老师的细心评分中 分数也一一出炉 十位参赛者中将挑选出七位 进入前三名的名单内 最后由李金棠先生 获得冠军名的殊荣 最近气候的变迁太大的话 我们管理上每一次的管理 都会要做一些改变 尤其是现在的福寿罗的话 侵害实在是太严重 然后是倒热病的话 我们尽量以管理的方式来克服 用心让大家吃到好的米 在经过评选的细细品位后 评选出季军三位 亚军三位冠军一位 分别由农粮署北区分署长林传奇 竹北市长郑朝芳 立委徐欣颖等贵宾一一颁奖表扬 竹北地区的乡镇的大米团冠军赛 那我们在观察到 在品质的部分 那其实大家的表现都非常的优异 整体的品质都有一定的水准 虽然说因为整个气候变迁的关系 那整个天气有比较热 那在品质的部分 也许没有办法跟正常年的状况去相比 但是整体来讲我们的水准还是属于是一流的一个水准 这一次呢我们选出的这个冠军米 除了会做成这个米的产品之外呢 我们也特别希望可以结合我们竹北购物节的行销 像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米肥皂 以及用普玉的米做成的啤酒也非常受到欢迎 在过去这个会期 我们也在中央为我们的农民争取公粮收购价格 从26块提升到31块 对于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提升的公粮收购价格 我们终于还给农民一个公道 大米平壁不只是竞赛而是相互交流 竹北市长郑朝芳在近期的竹北行旅节中 将在地生产的稻米作为元素 分别以香皂啤酒等商品向大家推荐 也同时提升在地稻米的品质和竞争力 记者万事连采访报道